这种叫做薄利多销的产品 这个可能适合绝大多数的 这个小白眼用户比较多 薄利多销嘛 那么我们作为企业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更多的可能会在乎 我有更多的这种销量 对吧 那么薄利多销的话呢 去思考它的方法 找这种产品的方式呢 也是三个维度 我们思考问题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呢就是找它的销量 第二个呢看谈评论 第三个呢看它的价格 那么销量的要求 薄利多销的要求 销量是必须要大于多少 大于一百 就是一天的交易单量 要大于一百单以上 这才能叫多销 有足够的市场 这需求和利润 可以满足 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 那第二个问题呢 维度就是我的总评分数 要小于五十 要小于五十 评分数 就是评论数量比较少 那么相对容易追上 甚至超越你的对手 这个数字要小于五十个 太多了 其实你的这个 做的意义就不大了 那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价格 你的价格这个时候 你的客战价要低于多少呢 低于十美金一下 十块钱 就是美金以下 那么价格很低 对吧 资金的需求量是比较小的 那么风险 胜率就少 满足刚才我们说的 这三个维度 才符合叫做 博利多销的产品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我必须提醒各位 有一个必须关注的点 是什么呢 就是切记避开 有侵权风险的产品 切记切记切记 重要的事情 说三次 不要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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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保证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围绕我刚才说的三个维度 去寻找 适合你的产品 好 那么 有关这个选品的 整套的思路和方法呢 我们一共说了十种 那么 希望这一套的思路和方法呢 对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间的话呢 有更多的帮助 好 我们这期的分享呢 先到这里